活在現場濃煙密布 北市和平東吳三段 十多間鐵皮屋全都被燒毀 有朋友受困的黃先生心急如焚 消防隊派出26輛 消防車 五輛救護車 動員七十多位緊密銷人員 所以志工也在第一時間前往關懷 這場火災造成了三人死亡 住戶暫時被安置在賓館 志工除了發放慰問金 也發現他們急需二手衣物 特地前往環保站 找尋適合的尺寸 認真的依據每一戶的要求做挑選 希望能夠給予最需要的援助 大愛新聞知識美志工 戴秀良 陳建成 台北報導